我是占主程怡静 今天认什么 今年的圣诞节不平安 女子在结束聚餐之后呢 竟然就被打抢 那在大家都还沉浸在 庆祝圣诞的欢乐氛围的时候呢 平安夜当晚11点左右 在雪州双西龙 有一名女子和朋友结束聚餐之后 她就独自离开去取车 但没想到 走到黄冠城商业区天网公路附近的时候呢 她竟然就被两名的摩托匪给盯上 从后面抢走她的手皮包 而她也在被抢的过程中 不幸跌伤头部和擦伤手肘 掌握在路旁 到一家私人医院接受治疗之后呢 她是在昨天下午4点才到警局报案 而警方也呼吁目击者提供情报协助调查 而另一边乡就在昨晚 槟城有七男二女因为登山起山迷路 那据了解 这九名受困的男女呢 年龄是介于18到61岁 小总局是在昨晚的7点半 截获其中一名登山者的电话投报之后呢 马上就展开了搜救工作 终于在受困了五个小时半之后呢 这九名受困的男女 成功的在凌晨1点被巡获 并已经在清晨5点20分下山 那提醒大家 佳佳期间庆祝为庆祝 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